崇祯 秦政的王国军 作者 陈吴同 播讲 夏秋年 第十章 尾声 清军入关与南明的抗清斗争 第二节 洪光朝廷连卤平寇酿恶果 中 洪光君臣大多极其腐败 洪光帝性格懦弱 又不思进取 即位之初还叫关心朝政 一再照对革晨 先后无需日或一日再照 过了一个月便照对见西 九月至十月 大学市江约广 高宏图相继辞职 书读得少 无法亲才章奏的洪光帝便伪证于马世英 自己拱手听之 自此不负御文正事 其实 国用匮乏 洪光帝却不念时间 大肆挥霍 即位之后 不仅宴享毫无节制 还耗费巨资修建新宁宫 八月底 新宁宫落城 命大学士王夺为内殿书写一对迎联 曰 万事不如 卑在首 一年几件月当头 他便搬进去住 近期举杯妖月 观赏月季之雅兴 当月 找到在洛阳逃跑时走散的太后 又宪护兵工等部官员三日内筹足三万斤 已被赏赐 并令工部修建慈宁殿工太后居住 安置好太后 又忙于筹办自己的婚事 为此 洪光帝派遣宦官在南京 苏州 嘉兴 杭州等地 挑选美貌的工品 弄得旅景骚然 南京城中 家有年轻未嫁的女子 都急忙找个人家嫁出去 不责配而过门 嘉兴也是全程恐慌 不论贫富 良贱 严丑 年龄大小 只要双方同意 即把女儿嫁出去 于是 不论白天夜晚 满长街竟是嫁娶的人流 以致行路几色 后来 宦官从各地选来150名年轻的淑女 洪光帝从中挑选了三人 但未及完婚 清军已逼近南京 洪光帝只得将这三名淑女放回娘家 自己则逃离了南京 洪光帝好久贪悲 还喜欢观看传奇剧 八月 他照调教方阅记六十四名入宫 后嫌人数太少 又下令扩充 阮大成 杨文聪 冯可宗等又从外地 勾进一批女龄充数 在大内演出麒麟阁等传奇剧 洪光帝经常夜以继日的饮酒观剧 有时兴起 便拉起女龄去发泄性欲 他身体肥胖 魁梧 有时竟一日饮死童鱼两人 由于沉溺声色 洪光帝也喜好春芳媚药 朝天宫道士援迎进献春芳 被认为太常少卿 江湖郎中郑三山未知制作媚药 也得宠幸 制作春芳媚药的雀脑蝉书一兮永贵 乞丐手捧一重一戒 贴黄书上贡 人莫赶犯 民间因此戏称洪光帝为蛤蟆天子 以马世英为首的文臣武将 生活都极其腐朽 任人为亲 马世英之子马熙 由白衣着为都督千世 冲总兵官 阮大城的外甥张炳珍 也由四川岸查副使升任浙江巡抚 他们还卖官欲绝 贪污受贿 马世英推行纳元制 规定同生交上足够的银两 不经考试即可取得生源的资格 后又推行纳柱公立 公开标价出卖中书 代兆 兼计 职方等官嫌 规定五英殿中书900两 文华殿中书1500两 内阁中书1000两 代兆3000两 拔贡1000两 推支1000两 兼计 职方成千上万不等 所得钱款 名义上是用来资助军饷 实际上都装入了马世英的腰包 当时的明艳讽刺说 中书随地有 都督满街走 奸济多如羊 职方健如狗 印起千年尘 拔贡一成首 扫进江南前 填塞马家口 阮大成也公开卖官欲绝 门庭若市 他直言不讳地承认 某人求奸计 出溃金五百 不纳 再赠千金 亦不纳 直至两千 有了钱财 他们便大肆挥霍 尽情享乐 马世英整天待在家里 同利根和尚谈缠 斗蟋蟀 人称蟋蟀相公 总兵官刘泽青在淮安大兴土木 建造建你王宫的连云甲地和豪华庭院 整个南京的官身也都沉浸在声色犬马 寻欢作乐之中 一片醉生梦死的景象 崇祯朝的经验讲官于皇 在当年9月28日的一封信里 不胜愤慨地描述道 有可遗者 国难初闻 厌看不彻 枯林未必 生计杂陈 而俨然香滚 与于丸同其欢血 略无改容 近且驾凌云之台 掩彻夜之巨 怪诞银蟹 错出争旗 妇女若狂 通都田野 而一二领袖之家 皆聚事也 争夺梨缘 彼此相斗 家同志于破额 掌力为之解分 如此景象 岂父成世界乎 吴三贵详情与清兵入关 使社会矛盾由关内原先汉民族内部的阶级对抗 和辽东地区的满汉民族对抗 向全国性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错的局势发展 洪光君臣出于阶级的本能 仍把农民起义军视为不共戴天的死敌 洪光帝在登吉诏中及指示李自成大顺军 使燕姬扫地以蒙臣 龙玉宾天而上至 激起三陵共奋 万幸同仇 号召臣民陆立框脚 助于敌忾 据此 洪光朝廷制定了连鲁平寇 又称借鲁平寇的基本国策 幻想借助清军的力量消灭农民起义军 与清朝分疆而至 以图偏安易于 正是基于这个国策 洪光朝廷建立之后 就对清军采取 步步退让的态度 根本没有恢复中原的打算 大顺军离京西撤后的两三个月内 基辅南部和山东河南等地的明朝官身 纷纷发动反对大顺政权的叛乱 使这一带地区处于归属未定的无主状态 洪光朝廷却未曾举兵北伐 去收复这些失地 相反 使可法于崇祯17年1644年5月出任都师 奏请洪光帝册封高杰为新平伯 刘泽清为东平伯 刘梁左为广昌伯 靖南伯黄德公加封侯爵 分别驻守于南极的瓜州 寿州 淮安 珍州 组成江北四镇 同时 为驻守武昌的宁南伯左梁玉加封侯爵 与江北四镇共同组成一道江淮防线 以防大顺军的南下 却置京畿南部和鲁玉等地于不顾 为了实现连鲁平寇的计策 洪光朝廷于六月间派遣兵部右侍郎 兼右迁都玉使左茂地 太朴寺少卿马少瑜 总兵陈洪范作为使者 携带白银十万两 黄金一千两 断捐一万匹 作为筹械蜻蜓出兵的礼物 另携册封吴三桂为纪国公 犒赏银一万两的告命 前往北京与蜻蜓进行谈判 使臣出发前 洪光帝交代 谈判的起点是割让山海关土地 实行南北护士 但给清碎币不得超过十万两 蜻蜓刚入关占领北京及其附近地区支出 因兵力有限 实行的是得寸则寸 得齿则齿之策 六月间 摄政王多尔滚曾在文告中申明 清兵入关 非有赴天下之心 实为救中国之计 并不反对南方的汉族官身 福利贤藩 共保江左 但须与清朝通和讲好 以敦牧林之意 祥清的明朝官僚有不少是南方人 他们担心南北分治 将使自己与家乡的亲属骨肉分离 竭力怂恿清廷决策难争 清廷看到洪光政权建立后 一直聚首江淮以南 未曾出兵近战大顺军西撤后 归属未定的基辅南部及山东河南等地 毫无进取之志 软弱可期 于是决心举兵消灭之 用武力征服全国 10月 左茂蒂等人抵达北京 清廷无意同他们谈判 指责江南的明臣突立皇帝 不承认洪光政权的合法地位 宣称我们已发大兵下江南 10月底 多尔滚派300名清兵 将三名洪光使臣押送南返 传递我要发兵南下的消息 北史议和失败后 宏光朝廷仍未改变政策 继续对清兵步步退让 崇祯17年 顺至元年 1644年10月 清廷命阿继阁率兵攻打陕西大顺军 多夺率兵南下攻打宏光政权 后因大顺军在淮庆发动反击 负命多夺西晋 与阿继阁共同夹击大顺军 当年12月 御史沈臣全看出清兵已为尔潮赴军赴之分之名 近战燕齐之地 背后蕴藏着征服全国的野心 上书指出 鲁贼今日皆为国大仇 自东审失事三十年来 兵才耗尽于鲁 故贼起而成之 即贼逆不容诸 赴巧戒复仇之名 言有燕齐 是我中国始终受鲁换野 故目前之策 防鲁为吉 贼赐之 朝廷的军事部署应该节节接位防鲁计 以防鲁为食招折野 此时 洪光帝也已意识到清廷征服全国的野心 对沈臣全的建议表示赞同 命兵部斥刑 由权力讨贼 转为防鲁为吉 将抗清作为首要的吉务 但是 善权的马士英却置若罔闻 根本不予理睬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